如果在我人生里只能做这一件事的话 我想我会选择修行 甘愿放下玉女红星 依师娘的身份 一代穷瑶女星刘兰希 选择在1991年习影梯度出家 以法号道容重新展开新的人生 不过淡出演艺圈30年后 她却惊传辞世享受61岁 她的宝妹向苹果新闻网证实 这个不幸的消息 道容法师于2022年元月10日 于美国旧金山至葬四元级 法师以握佛之姿 安住在大院立禅定中 面容安详 身体柔软 胸口肠暖 肉身不坏 空中并现彩虹 种种端向 情景圆满 正得无上佛道 当初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开始对佛法产生兴趣的 我是由自己读佛经开始的 那一开始读金刚经的时候 觉得很欢喜 然后自己就去找更多的佛经来看 然后再接着就去参加了一些寺庙的活动 所以也是一步一步的 我想说过去您是在演剧圈里面 是这么知名的一位耀眼的玉女红星 可是也曾经有过婚姻的记录 您现在再回头来看的话 当初怎么能够这么的舍得 就这样的放下了呢 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问我为什么可以放下 可是我真的平良心说 我觉得我没有放下什么 我觉得我好像出家后得到更多 其实我以前完全没有考虑过出家 我觉得学佛 以前学佛就是 觉得就是拜拜 好像布施 然后去感感庙会 是这种阶段的 那后来慢慢想到出家的问题 一想到心里就会觉得 也是蛮害怕的 不是蛮害怕的 就是蛮难舍 所以我就不想他 一直到后来 大概学佛时间比较久了 而且我觉得说 修行真的是生命中 蛮重要的一件事 如果在我人生里 只能做这一件事的话 我想我会选择修行 当然我也是曾经有过婚姻的 那我很感谢就是 我以前的同修 他真的是非常的 怎么讲 他非常的慈悲 他成就我 对 他能够 因为他亲眼看到我 从没有学佛到学佛 然后从学佛以后看到我 整个个性的转变 很多 就是很大的不一样 到最后他也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出家的话 他我愿意成全你 我从想要出家到真正出家 我有等了五年 我足足等了五年 因为那五年时间我在美国 我就不断地写信给我父母 然后告诉他们我学佛的心得 然后一些情况 然后告诉他们佛法有多好 这样子 那然后五年之后我想 我觉得我父母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然后就是我的同修 他也有心理准备了 那我就在征求他们的同意之下 然后我出家 我出家的时候 我这边在举行仪式 那我父母他们坐旁边就都在哭 他们就是哭声不断 那这件事情就告诉我 我觉得我的出家真的是好像 踩在很多人的泪水这样走过去的 所以我非常珍惜 现在的您和过去的您相比较起来 除了身份上已经不一样了之外 心境上有什么不同呢 我是觉得非常的平静跟很充实 道容法师后来返胎代理信徒禅修 苹果走访以他为法人登记代表的办公室 发现大门声锁按了电铃也没人回应 附近居民表示 曾未见过禅修中心有任何活动 更长达半年多 没有见到道容法师的坐车出现 娱乐洞新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